新光照封农场园区辽阔 还可以近距离亲近动物 没想到在30号下午 有十多名的游客 就骑在相规上拍照打卡 这一群人还轮流起了两分多钟 相规耐不住重量 难以前行 可怜模样真的让人看得非常心疼 现场也有其他目击民众痛批 根本是虐待动物 背着鞋背包的女游客坐上相规 双脚离地似乎在指引相规前进 没多久同团游客轮流骑上相规 打卡拍照 只见他似乎耐不住重量 一搏一搏难以前行 可怜模样令人心疼 昨天就是类似这个状况 那游客看到好奇 把他坐在他的上面 位在花莲的新光照封农场 30号下午4点多 这一团十多名游客 一个接一个轮流骑在 雅达柏拉相规 神赏玩乐 约两分多钟行径 全被一旁民众拍下 怒劈根本是虐待动物 欺负到小动物 我说得心 跟动物互动的时候 你可以拍照 闪关灯也要关掉 那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打他摸他 园区里饲养的树枝 雅达柏拉相规为保育类动物 是世界上最大型的陆规之一 根据动保法规定 伤害动物导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 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科20万到200万元罚金 原方也呼吁民众近距离观赏之余 也要有功德心 借成绩也欢迎报导 是最大的 中文字幕——YK